念经可以让身体得到休息 作者 福安谷观音阁 常听有人说 工作太累了 莫有经历念经 这个是误解 当你念经时 是最好的休息 比如劳累 一般分为两种 一种是实劳 一种是虚劳 实劳就是体力劳动 一般从事体力劳动 只要不过度 他身体都是健康的 因为生命在于运动 流水不服 他一直动 全身气血通畅 而且人在动时 妄念比较少 人的妄念消耗的能量最多 那虚劳就是看电视 看电脑 尤其是躺在沙发上看电视 跟住电视情节激动 就相当于 把自己的精气神都冲掉了 所以 你看电视一天 什么都不做 但是特别困 尤其有的人看电视睡住 这个习惯特别不好 虚劳比实劳更加可怕 那就是人的妄念的可怕 比如人脑袋里一直起男女欲念 他就会暗中消耗人的精气神 虽然不叫人头落 暗地叫人骨髓枯 就是指的这样 所以念头要清静 人一起贪嗔吃 全身就起反应 比如贪财的人 看到钱财 全身流金 贪色之人 看到美色 就是体下流液 这在冷言经中有讲到 其实 当你念经时 其实是休息时 尤其是妄念减少 人体消耗的能量就减少 有的人尝得特别瘦 又特别会吃 这就是妄念太多的缘故 人真正一天需要维持身体的营养的米饭 只要一碗而已 其他的都供给量妄念的马达 有的人念佛 念到一定境界 口中有甘露 肚子也不饿 感觉法喜充满 其实这也是时的境界 叫做禅月时 凡夫就是要断食 分断而吃 早晨中午晚上 每天都要吃 但很多都供给了妄念了 念经时 是很好的止息妄念的想法 妄念一减少了 你自然就得到休息了 睡觉在道教叫做小死 暂时小死过去 就是全身放松后 人体自然和宇宙交流 得到天地能量 平常人的我值特别重 坚固妄想 妄念很坚固 就常常阻止了和天地的交流 比如在中医上讲 人体的穴位 就是和天地交流的平台 但因为一直以来 人都在颠倒我值过于严重时 他身体就感觉犹如充满了重金属 垃圾的一个器皿 他和天地沟通的本能也越来越降低了 所以人越老 身体越来越笨重 越不好用 眼睛看不清 耳朵听不清 这都是身体越来越混浊了 身体浑浊以后 精气神也不济 修行一定要修出一种清净 很多人一诵经 就打瞌睡 就上厕所 所以说 诵经时 好比菩萨给这个身体倒干露 倒进去后 身体掀起各种反应 那都是排污的过程 身体要清净 第一先不吃肉 要诗经说的 要诗清净时 这个很关键 你好不容易念经清净了一些 一吃肉进去 身体又混浊了 身体一浑浊 脑袋就混浊 忘年就多 消耗能量又特别多 http冒号 斜杠斜杠blog.cna.com.cn 斜杠斜杠blog 下滑线74C343100102 VOOX.HTML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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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